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亲爱的兄姊妹平安 又到了无愧的工人节目时间了 非常高兴 欢迎你的收听 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我是你的弟兄 你的朋友叶光明 在上回节目时间 我们已经开始来查考真教会的意义 真教会是由因信称义的信徒组成 而假教会的信徒 却是试图依赖个人的努力来赚取异形 那我们从启示录的十七和十九章 比较过两种相对的哲学和宗教的群体了 又从创世纪的第四章 有关该隐和亚伯的献祭 追索到这两种宗教的起源 好 今天我们会细心来查考创世纪第四章的记载 从亚伯和该隐的行为和他们的献祭当中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宗教的六个特点 第一 亚伯得到神的启示 就正如神向亚伯启示自己的心意 亚伯就知道献祭的要求 在新闻圣经西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四节 这样说就提到了亚伯 那经文是这样记载说的 亚伯因这信献祭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那首先亚伯向神的献祭是凭着信 一般来说 信心是基于神话语的启示 如果我们看一看罗马书 就知道信心是从何而来的了 罗马书第十章是七节 圣经这样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那因此信是从听神的话而来的 信也就是基于神话语的启示 亚伯既然凭着信献祭 就表明了亚伯是按所得的启示而做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虽然明显呢 该隐也是得到启示的 但该隐拒绝了神的启示 这个启示要求代赎的献祭 好使罪人亲近神得神的悦纳 亚伯顺从神的启示 谦卑自己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但是该隐呢 却拒绝顺从神的启示 那第二 亚伯肯定代赎献祭的需要 亚伯承认唯有代赎的生命 才能够使自己得以亲近神 这个观念其实是指向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 叫旧约的预言得以应验 但是该隐却否定代赎献祭的需要 只将地里长的出产献给神 结果不蒙神的悦纳 第三 神咒诅了地土 亚伯就为此而献祭 打消神的怒气 该隐却将受咒诅的地里的出产献给神 那让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七节的记载吧 因着亚当的悖逆 神就咒诅了大地 神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那从此地就受到了咒诅了 这就是人悖逆的结果呀 而该隐就是将受咒诅之物献给神 明显是故意的羞辱神 那还有啊 该隐拒绝了神的启示 将咒诅之物献给神 好 第四 亚伯得到神的名证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节 圣经这样记载说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 那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四节 对刚才的经文有以下的解释 圣经这样记载说 亚伯因着信 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指他的礼物做的见证 那因此神透过某些途径 表明了神越纳亚伯的献祭 允许火从天降下来 焚烧祭物 那这是因为旧约曾多次的记载 类似的情况的 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 当以色列人顺从神的时候 火就从天上降下来 焚烧坛上的祭物 那当然了 这一类的神迹 不一定发生在亚伯的祭物上的 无论如何 神以明证来表示自己 悦纳了亚伯的献祭 同样的 神也对该隐表明自己的心意 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五节 告诉我们说 只是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 那很明显了 该隐明白神悦纳的重要性 因此 当神不悦纳该隐所献的祭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起来 变了脸色 那弟兄姊妹你看啊 亚伯和该隐两个人 同样知道自己所献的是什么 他们的献祭不是出于无知 该隐知道亚伯的献祭神悦纳了 而神却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 于是该隐就极度的恨恶自己的弟兄 然而 人性从来都没有改变的 今天在我们中间 仍然有两种宗教 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得到圣灵的喜 又有神机异能 在不信的人面前见证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 但这些不信的人呢 仍然是向我们发怒 可见 人性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第五 亚伯的宗教带来殉道 这是要付生命代价的信仰啊 亚伯是为信而死的 而该隐的宗教呢 却相反的带来了谋杀 该隐的内心没有恩典 因为该隐拒绝接受恩典 该隐没有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 因此 当神拒绝该隐祭物的时候 该隐就恨恶自己的弟兄亚伯 该隐杀人的动机 是出于神越拿亚伯 而不越拿自己所献的祭 真宗教的敌人 其实啊 就是假宗教 假宗教会继续成为我们的敌人 直到世界的末了 第六 亚伯的宗教是指向基督的心腹 而该隐的宗教呢 是指向淫腹 以创世纪第四章为开始吧 启示录的十七和十九章的记载呢 做一个结束 那我们特别要明白 神对祭物的愿呢 并不是出于随便的选择 神并不特别的喜好肉 比喜欢生果蔬菜更多 换句话说 神的选择并非是按照个人的喜好 而重点是在于好与坏 圣和俗 以及他永恒的后果 那因此 神在创世纪第四章 第七节上半节 对该隐说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悦呢 该隐只有按照正确的基础 才能够蒙神的悦呢 这个基础就是什么呢 就是献祭生代赎的罪 但是该隐没有接受 第七节下半节的警告 他容让罪来掌管自己 那所以弟兄姊妹 那我们要当心啊 要千万的小心 并且要提醒别人 忽略警告的后果啊 罪就如牲畜浮在我们生命的门前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面对该隐同样的试探了 那节奏下来 我们会从圣经去认识心腹的特征 好久我们能够认出什么是心腹和淫腹来 心腹应该是常常保守自己的真结 好预备自己去迎见新郎 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二节那儿 保罗如此的警告信徒说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真结的童女献给基督 在西约圣经当中啊 许配这两个字啊 并不等于成婚呢 而是订婚 但圣经当中的许配比现代社会的订婚呢 就更具庄严和约束能力了 当一个妇人许配给一个男人的时候 这个妇人要为自己的丈夫完全的把他分别出来 就不能与其他男性随便的交往了 如果在许配和成婚之间的时间里头啊 这个妇人如果跟其他男性相好 这就算为是奸淫了 这个妇人的未婚夫啊 就有权休妻 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啊 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方面的教训的 因着神呢 超自然的介入叫玛利亚 因为圣灵怀孕生子 那就是耶稣基督了 约瑟就以为自己的未婚妻不中啊 于是约瑟就想要休妻 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十八到二十节 圣经这样记载说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就是许配和迎娶之间的时间呢 你注意了啊 这段时间 圣经接着说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 想要暗暗的把她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 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她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第二十四节继续告诉我们说 约瑟醒了 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你看呢 约瑟确实是娶了玛利亚呀 这个故事让我们认识到婚姻的两个阶段了 首先是许配 许配 是有具体的约束能力的 但许配并不等于成婚呢 而第二个阶段才是成婚 这样就完成了婚约的整个过程了 所以被许配的新妇必须要认识到将临到的婚姻呢 这种认识就必定常常的盘旋在这个新妇的脑海之中 影响着新这个新妇的一举一动 举个例子来说吧 新妇不会像以往的日子那样的运用她的时间和金钱了 有新妇知道婚后的生活会有完全不同的改变的 因此新妇就会弄清楚自己的身份 至于今后再有其他人追求她的话 她是毫不妥协的拒绝的 那使徒保罗曾经写信给典型的真信徒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 圣经之下说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配给基督 许配是指信徒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承认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 并且要接受耶稣的赦免 许配只是初步的一个合约 而不是婚姻 许配和婚姻之间的这个时间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头的生活行为 就决定了我们永恒的路向啊 但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 这里让我们看到将来啊 确实是怎么样的一个婚姻关系 这个不是许配的景象了 而是许配所迈向的婚姻了 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圣经这样说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因此这婚娶仍然是将来的事 和主再来是连在一起的 我不会在这个地方跟你讨论 主再来的时间和各个不同的阶段的 然而这个婚娶是在主再来的日子 当主来寻找心腹 也就是说啊 书主的教会婚礼呢就开始了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仍然是在许配的阶段 还没有进入到婚姻 我们仍然在那等待着 盼望这个时间的来到 这段时刻呀 仍然是十分庄严的 神圣和具有约束力的 这乃是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啊 说到这里呢 我想到了神对以夫所教会的责备了 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 神说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那注意了 这灯台是指教会 也就是神的心腹 那我们知道了 教会是由聚集在一处的圣徒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信徒所组成的 教会不能够放弃 许配给基督这个身份 就如教会不能够与信徒分开一样的 但是有些信徒在心底里呀 放弃了这个荣耀的身份 他们离开了基督 并且去另找新欢 这些新欢可以是个人的 也可以说是物质的 社会的和属灵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呀 一些事物能够吸引我们的关注的 引诱我们去爱慕的 我听过有一个父亲啊 这个父亲有六个儿女 这些儿女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当中长大的 而且个个都非常爱主 并且愿意委身于基督 但是有那么一天啊 这个父亲的一个女儿 爱上了一个非基督徒 这样不单单是违背了她的信仰 而且违背了父母的心愿呢 那结果这个女孩子 就跟那个非基督徒结婚 从此以后 这个女孩子啊 就再没有信徒相交的生活了 更少回教会去聚会 再没有渴求属灵的事物 属肉身的这个父亲呢 尚且感觉到非常痛心呢 天父岂不是更伤心了吗 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第四节到第六节 耶稣说 他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的 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临摄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 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神是不会轻易撇弃自己的儿女的 神仍然爱护那些愿意悔改的人 但是按照神的公义和本性 神不会强迫罪人回转的 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二十到二十四节 就刻画出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那这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 圣经这样说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瓷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食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今天我们看见了 在许配和成婚之间 这个阶段里头 作为基督的心腹 我们要保守自己的真洁 把自己全然的献给基督 我们要紧紧的记住 基督只会赢取真洁的心腹 而不是淫妇 好 我们继续来看看 心腹在等待迎娶的时候 将会遇见的一些危险 格林多后书的十一章 第三节到第四节 所告诉我们的 这段圣经这样记载说 我只怕你们的心 或偏于血 失去向那基督所存 存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鬼诈 诱惑了夏娃一样 你看呢 保罗在这儿 明明指婚约以后的危险 魔鬼会攻击信徒 叫我们失去那向基督 所存的存衣清洁的心 不再忠于基督 和亚当夏娃一样的 那然后呢 保罗继续指明 那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说 假如有人来 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另有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他 也就罢了 那我们可以看见 撒旦引诱信徒的三种方法了 每一个方法都有另一个 这类的名词 那第一是另一个耶稣 这不是圣经一向所说的耶稣 这个耶稣是只有人性 而没有神性的 因此也不是从童女所生的 那这样的耶稣 被看作是和许多人 所拜的偶像是完全相同的 这些都是另一个耶稣的 特点了 第二 另一个灵 从耶稣而出的灵 那就是圣灵 除了圣灵以外 还有一个灵 这个灵我们以后再讨论了吧 第三 另一个福音 在加勒太书的第一章 第八节那里 保罗说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该被咒诅 毫无疑问 在今天的教会里头 有人传讲另一个福音 有些人称之为社会福音 也就是该隐的宗教 这福音只凭行为 而不靠神的恩典 社会福音否定人的罪性和罪行 并且否定待赎的重要 社会福音认为 人的努力可以取代赎罪的血 这确实是对神的侮辱啊 就如圣经所形容 救人既然败坏 就不能做善事 因为坏术不能结好果子 坏术所解的果子是败坏的 若是献上就不能蒙神的喜悦 那除了以上我们所说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罗 向格林多教会所谈到的 与基督隔离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看格林多后书的 第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 那当中有些人呢 传扬了另一个耶稣 另一个福音和另一个灵 保罗说 那等人是假使徒 形式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异 若装作行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那弟兄姊妹 当你听了保罗所说的 你有没有见过 自称为基督使者的 他们在传另外一个福音 另外一个耶稣和另外一个灵呢 说实在的 这些人呢 并不是在传扬基督教 他们乃是在向人传另外一个什么宗教 这些所谓的基督的使者 其实是撒旦的差异罢了 他们所教导的全是谎言 他们离弃基要的真理 当你细心观察你的周围 你就会发现很多撒旦的差异 他们自称为基督的使者 这样的现象在普世教会是非常多非常多的 使多保罗进一步用了另外一幅图画 来描写撒旦和撒旦差异的工作 这些工作的目的呢 为的是要使我们离开基督 好 我们来看看提摩泰前书的第四章 第一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那因此圣灵明显的提到了 在末世的日子 有些人呢会离弃真道 这真道无疑就指基督教的信仰了 那假如我们从来都没有在真道里面 就用不着离弃了 因此这些人本来是基督徒 只是后来离弃了真道 这就是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教导的工作 换句话说 这些邪灵借着人 也就是假装为基督的使者 传讲鬼魔的道理 引诱人去跟从他们 那有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妇女啊 她是一间福音派教会的会友 她曾经借着圣灵受洗 但是后来她离开真道 过着沉沦犯罪的生活 那虽然这个妇女从前是基督徒 但是因着这个妇女的罪行 她给撒旦给魔鬼有机可乘 接受引诱使她离开真道 去服从了魔鬼的道理 以致邪灵就进入她的身体里面 给她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呀 好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的24章11到13节 耶稣预言末后的日子 耶稣说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那注意这个爱字了 原文的用法是指神的爱和基督徒的爱 而不是指世人一般的爱和性爱等等之类的爱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那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好由于节目的时间关系 今天的暂时跟你分享到这 我跟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是免费送给你的 欢迎来信索取 小册子名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欢迎来信索取 来信写清楚我们电台地址 写给我夜光明收就可以了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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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